有不要放這邊 然後上面有個選項 選項會找到樞紐分析圖 理論上應該每個版本都差不多 應該都一樣 如果實在沒有 比如說你是早期版本 位置不一樣 其實你自己在用不同方法 反正 他能夠做到最後結果一樣就可以了 好那比如說點選樞紐分析圖 他會跳出說那你要用哪一種圖 理論上最常用到直條圖 不過直條圖可能 能夠顯示那個數字 但是問題他相對的 比例上面沒辦法很完美的呈現 所以呢如果我希望呈現的是比例上面哪一個 縣市佔的比重比較高的話 那可能用什麼用圓形圖 可能會比較適合 那圓形圖裡面又分成好幾種 裡面包含什麼呢包含就是說呢 有那個平面的2D的 也有立體的 那也有子母圖 甚至還可以什麼分裂圖 分裂圖就是你可以強調 台北市是最高的 你可以把台北市拿出來 拉出來 所以你可以試試看要分裂 分裂圖也有立體的跟平面的 其實我是建議啦 如果你要分裂的話 看起來用立體的會效果最好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 分裂這個試試看好了 那你前面幾個你也可以試試看 按確定 好 確定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它其實還蠻快的 馬上怎麼樣 就幫你把那個 這個圖給做出來了 裡面的話當然 你可以把它移到旁邊 就會有一個表加一個圖 那這邊的話 其實還可以做一些變化 你會發現這個 裡面可以再調整 位置可不可以調整 可以 有沒有 只是有點太花俏了一點 反正 不過你如果 讓它更強調 這個哪一個區塊的話 你可以點選某個區塊 它可以做什麼 移動的動作 它可以幫你把它 裡面這個比例 可以把它拉大 拉小 有沒有 可以把這個地方 拉出來一點點 如果要 再把它稍微做變化 我想這部分 可以針對 這部分再去做一些些的 細部 微調 那 只不過呢 裡面 它會多出哪些東西 其實呢 主要就是說呢 上面會有一個 就是 當然整個是圖表區 上面的話呢 是圖表的名稱 所以我剛剛好像有提到過 那個名稱 還有像圖例這些 其實可以 再針對 這些細節部分 去做變化 我特別強調 在那個Excel的2010 是在版面配置 不過我記得 好像不同版本的位置 是不一樣 所以你可能要找一下 裡面呢 當然也是可以找得到 圖表 所以特別去 第一個 如果我今天希望針對什麼 針對這裡面的 哪些地方 做設定 第一個圖表 你可以看到圖表 如果你不要圖表的話 我的版本 所以我 以色列有2010 如果你跟我一樣的 版本的話 應該很容易找到 在版面配置裡面呢 它預設的圖表標題 會是在什麼 圖表的上方 就在這裡 但是呢 如果你今天 不要它的話 不要圖表標題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針對這個圖表標題 把它改成無就好了 那如果你希望呢 把它重疊在那個標題 就是重疊它變這樣 就是 那個標題呢 會是在圖 疊上去的效果 不過這效果感覺 不是很漂亮 把它放在上方好了 另外裡面的字 能不能做修改 當然可以啊 優標放上去啊 但 銷售金額的 什麼呢 也許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說銷售圖好了 你可以在這邊 把裡面的那個文字 也加以做一些 修改 把那個名稱改一下 那再來就是說呢 裡面的字的大小啦 字型啊 等等相關設定 也可以做變化 你只要優標不要放在裡面 放在框框上面 就是讓它不要是虛線狀態 就是讓它實現狀態 然後呢 切到 常用 裡面 去修改它的相關字型 所以 切到常用 這裡面的相關的 大小啦 字啦 等等顏色 都可以從這邊去做調整 比如說我今天字 感覺把它縮小一點 變16好了 OK 第二個的話呢 字把它改成 好像沒什麼可以改 微軟正可以提 字的顏色改成紅色 然後 看底色要不要改一下 如果底色這個不好看的話 你把它填一個淺一點 填一個淺一點 那這樣的話呢 馬上 圖表標題 感覺 會稍微有一點點質感 那再來的話呢 其他還有像 哪些還可以在版面配置裡面還可以輸改 圖表標題 剛剛第一個 這個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有關那個 圖粒部分 什麼叫圖粒 這個圖粒實際上指的就是 各位在那個 右邊 會多一個 但如果你覺得它礙眼的話 你如果 不要讓它出現的話 版面配置裡面 你可以把它改成 它就不見了 OK 這個東西啦 我理論上這個還蠻重要的習慣 要不就放右邊 要不就放上面 上面也出現 要不就怎麼樣 把它改成在左邊 這個 或者在下面 反正這個地方 它有很多地方可以讓你放 那你調整一個 比較 比較適當的位置 也許把它放在左邊好了 就是在 左方顯示圖粒 那這個圖粒本身 當然呢 它會 可以有一個這個大小啦 字的顏色啦 字的 相關設定 一樣可以從常用裡面 去做相關的設定 所以如果你覺得圖粒這個地方 感覺那個字型不OK的話 一樣可以選取它 並且在常用裡面 去做相關設定 把這個地方 改個樣子 讓它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不顯示它有OK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把這個地方 在 在版面配置 圖粒部分呢 關起來 它就不見 OK 那其他的話呢 還有所謂的 比較常用 還是把它顯示在 OK 那再來的話呢 稍微放大一下 那個圖大小 那再來的話呢 就是最後還有哪一些的資料標籤 剛剛有提過 如果圓餅圖的話 假如目前 上面沒有任何數字 看起來好像還是要看 就是變成你怎麼樣 上面沒有任何數字 變成你要自己再去 看一下這個裡面的 數字 再去找裡面 到底 它的那個大小比例是多少 那其實不方便喔 所以如果你 我希望呢 可以幫我把那個 相關的數字也順便放到這裡面來的話 其實在資料標籤裡面 看一下放哪裡呢 它大概幾個方法 一般習慣喔 要不乾脆你就給它什麼 最適合 最適當的位置 自己幫我調一下 你會發現 它會自己幫你調 而且 它這個地方 如果資料 太寬的地方 它還幫你拉一條線出來 幫你指到這邊 然後呢 幫你把裡面的金額 全部都顯示出來 OK 對所以其實喔 這樣感覺其實還蠻貼心的 每一個 到底裡面業績多少 一目有然 所以基本上 當然一般習慣喔 看圖 好像會 你如果目光 應該會先被這個圖給吸引 才是這個表 所以基本上的話 如果你要把圖跟表放一起的話 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不過 最後當然理論上 如果這個 圖跟表都放在一起 有點 因為感覺太擁擠的話 最後其實你可以 乾脆把這個圖 移到 另外一個新的工作表 H可以把它放在旁邊吧 比如叫 02 的圖 你可以選它 裡面有個 功能叫 設計 如果說你今天希望 把這個表 不要放這裡 放旁邊好像有點擁擠 圖跟表放一起 那我如果希望呢 另外 再增加一個工作表 把它放過去的話 你不要真的新的工作表 把它 剪下貼過去 也可以 只是說它有個 比較方便的功能 叫移動圖表 你如果要 把它移動到另外一個工作表的話 那你可以用 在哪裡呢 我這邊是設計裡面移動圖表 我記得這個功能好像其他 版本好像也差不多 也是一樣的位置 然後呢 你可以 針對這個 幫我移動到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名稱的話 也許叫 Charge 然後前面加個02 也許名稱 也是可以 叫個02 然後我習慣用底線 underline 02 底線 然後Charge 就可以了 OK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呢 它就自動幫我把它移動到哪裡呢 移動到 這個一個新的圖表裡面 那如果你要觀看的話 其實相對於 擠到那個工作表旁邊 其實相對的會比較一目了然一些些 那我 旁邊就是 這張剛剛的 SUNER分析表 移過來 所以兩邊可以切 切過來切過去 甚至你可以 假設你上面 這個標籤如果你要隱藏的話 上面有個箭頭 你可以把最小化功能 這個叫功能區 可以把它再隱藏起來 這個圖就會 相對看起來比較大 但你要把它恢復的話 上面箭頭再點一下 它就恢復了 功能區有時候可以把它隱藏 比如說希望 把這個圖 讓它看起來 畫面 最大的話 你可以這樣子 去做調整 其他還有就是說 圖力本身呢 它這上面 還會有一個篩選功能 所以你這個圖 假如說以後呢 你只希望顯示 台北市 台北縣 桃園好了 北部三個縣市的話 其他的 縣市資料不顯示的話 那你可以打勾 有沒有 旁邊 圖力這邊 我發現剛剛好像 圖太小 沒有顯示 所以還是要移動 它才有辦法顯示 圖太小可能壓縮了 所以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這個圖 馬上可以變成你要顯示的樣子 比如說你可能哪些業務人員 你可以統計業務人員 那幾個 你只想知道 哪幾個業務人員 那你就那幾個業務人員 把它顯示出來 顯示出來的話 就是它的業績轉合 這樣的話看起來 可以更加 這個 螢幕了然 圖的部分的話 當然 這個 其他這個圖都可以這樣嗎 如果應該快中午了 看到這個形狀 很像一個 餅 感覺就有那個 餓的感覺 其他當然你要恢復的話 可以再把它全選 按確定 它又恢復回來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這個圖表 那個圓餅圖 我是覺得 還蠻方便的 然後它顯示的方式 可以是在 表 的旁邊 或者你乾脆移動到另外一個地方 再看你自己 實際上工作需求 而決定 或者甚至你可以把它複製貼到PowerPoint 以後的話 可以show 這個結果 先show一個表 先show 圖吧 圖讓它知道之後 再把那個細部的 結果再稍微說明一下 這樣你老闆應該就很清楚 那做未來的那個 趨勢分析 也比較清楚 哪一些 限制 它可能還有開發的空間 或者諸如此類的 好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我剛剛講的 主要是利用那個02的 這一個 樞紐分析表 那我是利用裡面的那個 樞紐分析圖 功能 那我這邊是 除了用前面講的 十條圖之外 你如果要顯示的 比較多是 比例的部分 你可以用 圓形圖 圓形圖裡面呢 如果你要有那個分裂出來的效果的話 那你可以用分裂 在這個圓形圖 那其他還有像什麼 子母圖 那個子母圖就是兩個pi 可以 從其中一個可以看到另外一個資料 可能它有二維的這種 交叉分析的效果的話 你可以用子母圖去做分析 OK 請 請各位試一下 稍微 了解一下 怎麼去 產生所謂的那個 樞紐分析圖 其他版面色 配置啦 把那個 就是標題 做一下漂亮一點 圖例部分也把它弄漂亮一點 再加上 這個所謂的資料標籤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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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